在前几期,小编和大家说过华人富豪在美逃税18亿的新闻 富商刘中田规避美国司法的追查 躲到国内恐怕永远不敢再出境 可能小伙伴们觉得,都这么有钱了 为何还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 但其实,刘中田绝不是个案 回顾过去,有不少华人富豪为了避开昂贵的税务而放弃美国籍 税不安的他们,大呼后悔当初移民 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聊一聊富豪们的烦恼 早在十几年前,很多华人的眼里 可能一本美国护照或者欧洲护照对他们来讲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而现在,在不少移民美国的富人眼中 美国护照成了一个潘多拉魔河 为什么呢?因为钱 根据美国的宪法,无论你住在何方 公民和永久居民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都要被征税 换句话说,只要你持有这两种身份之一 你在国内赚的钱,美国税务局也可以分一杯羹 当时的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层面 为了打击居住在国外的偷税者 在2010年3月,美国出台 外国账户合规纳税法案 奥巴马在位期间出台的这项法案规定 绿卡持有者及其美国公民居住在美国境内 在海外拥有5万美元以上资产 或者居住在海外 但拥有海外资产20万美元的资产都需要申报 其股票、债券、退休金、私募基金等都包含在内 这样一来,很多人的荷包是不是立刻缩了水 曾经有居住在洛杉矶的华人吴女士 以及经历十几年绿卡候鸟市生活的纽约客Jerry 都在媒体面前透露心声 后悔死了,后悔当初移民 谈起美国国籍 这位吴女士表示放弃国籍一年多 并发誓永远待在国内也不回去了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各大金融财务系统的联网 让你的税表越来越多 频繁的税收申报要求 境外银行开户也会受到麻烦 这时候,这些移民来的富豪 就成了美国税务局的自动提款机 其实这不仅是华人富豪们的烦恼 很多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巨头们 也为自己曾经的移民决定掏了不少税钱 事实上,各个族裔的在美富豪 都正在逃离美国或者想方设法减少税务支出 根据美国政府联邦登记局的数据表示 放弃美国国际的人数在近几年来急剧上升 从2008年的235人 上升到2011年的1788人 还不包括绿卡 这数字看起来虽少 但增幅比例很高 更不用说两年前开始新冠大流行时的数据了 如今,我们仍然看到很多普通阶层的社会人士 以及富豪用时间、金钱换来绿卡或公民 与此同时,又有大批人不断地放弃着 这苦尽甘来的一只身份 在移民与放弃移民的博弈中 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移民局的办事效率 是不是很讽刺? 富豪的逃税之路其实在很早就有案例 早在2012年的5月 Facebook联合创始人之一 爱德华多·萨维林宣布放弃美国国籍 这位从16岁开始 正式移民到美国的巴西亿亿万富豪 选择成为一名新加坡公民 业界眼尖的人一眼看穿此举为的是避税 当年Facebook上市至极 按照股市的发行价格估算 萨维林所持的股票 价值2012年市值到38.4亿元 每年至少要交纳6亿美元的税收 普通人赚6亿美元所需要多少时间呢? 选择新加坡 在大多数人看来 是因为新加坡没有资本所得税这一项税务 他只需要补交1.5亿税金即可 正所谓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 富豪们的避税之路可谓层出不穷 回到眼下 对炙手可热的美国富豪 Alan Musk 这位刚刚用440亿美元收购 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推特 现实版的钢铁侠 可是狠狠地公开对骂美国税务局 为了避免高昂的税务 其主业务公司特斯拉 从昂贵的税收大州加州 一举搬到了德州 看来德州政府是笑得税不着呀 要知道 加州的企业税有为8.85% 而德州只需要从企业的利润里面 征收0.75% 世界首富需要缔纳多少税呢? 资料显示 马斯克在2018年期间 没有缔纳任何联邦所的税 主要原因是 他这个CEO是没有工资收入的 根据评估 在2018到2021年期间 马斯克的薪酬价值 应该是330亿美元 而这位逃税大王全部的收入 都来自于公司的市值 和业绩按照股票期权挂钩 取代了所有现金奖励 搬个家去德州 这一举动就能避税22.6亿美元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